相信大家都知道 iPad Pro最近出了一个专业的剪片元件 Dawinche Resolve 我想应该好一大堆人 立刻想试一下拿它来剪片 不过如果对于新手的你 或者由用LumaFuture 转过来用的话 你都心想 屌什么东西来的 不要紧的 今天就帮你由完全不知道做什么 到你可以完整出到一条YouTube影片 如果在苦虏APP怎么玩的人 就记得跟着我一起试吧 你去到Dawinche Resolve 18这个页面 就开了一个新的Project出来 然后你就去改名吧 你今次的专案是什么 你就改了那个名字 例如我就是TiraMasterNAS 那去到这个界面 那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界面是做什么 首先就看到Media这个位 Media就帮你待会可以 inportMedia进去 然后Sync这些 待会给大家一次个Glow full 这些都是你待会剪片的时候 需要用到Effect 右边Inspector就是你到时要调keyframe 或者是每一个Effect的那些detail 你就在这里调的 或者Zoom大Zoom细 Opacity那些 你待会都可以用 那待会都会和大家高呼的了 那下面就是Timeline 到时你剪片的时候 在DaVinci Resolve iPad 就最主要是用这个来剪片 那首先我就把Media import进去 但是呢 就提一提你 如果你买iPad来剪片的话呢 你就最好买256G以上 因为呢 这个程式呢 如果你要到时盒好那个 footage 放进去SSD的话呢 它会首先copy 所有东西进去你的iPad里面 所以如果你不够的话 到时这个程序就很麻烦了 那另外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卖SSD去使用的 即这些图片就直接放在SSD 而它Import Media的方法就是 把你的图片连在一起 所以其实它就不会 好像LumaFusion那样 把东西copy进去部机里面的 那所以呢 它剪片中间 它就不会不断食利位了 这个就是这个程式好处的地方 那Import Media有两个方法的 第一个方法就是 Import from一些档案App里面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在Photo里面去Import 和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方法就是 就这样Import Media 选回你想要的地方 我就SSD了 接着就把我的图片选择好 接着就Open 接着另一个方法就是 在Photo里面去Import 那就Import Media from Photo 然后呢 你就看到那些相片 你就可以直接选回去了 那好了 我Import了Media了 那我就可以开始剪片了 如果你剪片的方式 你本身有multi-cam 如果好像我们平时剪YouTube的影片的时候 我就是可能你动之cam 用一部主机用一个方法去收音 但是同一时间我会有另一支咪 就是用另一个方法收音的 我要将两条轨子 Sync在一起的话呢 这部机是做得到的 不用你人手Sync 那首先呢 如果我要做这个功能呢 我就要Command 接着选择两条我想Sync在一起的影片 那上面这个位置 你会看到Sync这个功能 那我先按进去 然后呢 我Sync by什么呢 我可以选择的 那我Sync by Time 第一个功能就是 第二个功能就是Sync by音轨 那我通常就是音轨的 那我先按Sync 那如果两条屏幕Sync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样的 然后我就按Save Sync 然后呢 它们两个就变成了 有个这样的logo在左上角 那接着呢 我只要用这两个片子去剪片的话呢 我就Create New Timeline Using Select Clips 那我就按右键 然后就按这个位置 接着我开一条新的timeline 我就叫做A-roll 那我就怎样把我条音轨 摆下去呢 那我就不可以就这样的 就这样它就不是当我有条音轨在下面的 我就要去Sync的这个功能界面里面 那我一路找 那一路找找找找找找 找到呢 我的playhead刚刚好开始 在我音轨开始的地方 然后呢 我就去Media Pool 选回我的音轨 丢下去 然后呢 在后面就对一对我的嘴型对不对 早前收到T-roll Master 早前收到T-roll Master 早前收到T-roll Master 那对位就OK的了 然后呢 我就把主轨就Mail了它 右键 Mail了它 然后我就开始可以剪片的了 这个步骤要先做的 如果你有multi-cam的话 如果不是你之后再做的话很麻烦的 那接着我第一件事呢 我就是扔垃圾 我就把我不要的东西清掉 那就变成一条是有我说话 那就由头到尾就有我内容的那条主轨 那我要在这个界面里面去剪片的方法呢 就是将不要的东西扔走 如果右边是我要的东西 左边是我不要的东西 我就select了两条Clip 接着Command B 如果你是没有键盘的话 你就可以在左边这个位置按这个剪刀 然后前面呢 我就可以直接抹住它 要么就按这个垃圾桶 要么我就按Delete 那之后呢 我就继续重复这个步骤 那如果左边不要 我就是Command B 将它两边BREAK開 接着就去到后面我要的东西 我就也是BREAK開 中间我不要的东西 我就delete了它 接着它就两边呢 就会在一起的了 那然后呢 我就由头到尾做完一次先 那我就弄好我段A-Roll 那一些方法呢 就是你在这条Timeline里面 你如果想跳去后面呢 就可以在上面这条 Preview自己的Timeline的那个位置 就在那里拉 那就可以很快地去到后面的 那如果你在这条Timeline里面 你转左转右的话呢 你就要按上面这条Bar的位置 接着按住左键 然后拉它 那平时的剪片程式 你就可以在这条Timeline里面 zoom大zoom小 那暂时这个Cut Page 是做不到这件事 那但是之后再说呢 怎样做到这件事了 那好了 时间关系我就弄好我段A-Roll 那接着我要做的就是 扔B-Roll 那好像我平时拍的YouTube影片呢 就是我会有些Product Short 那它加强我的Story Telling 那如果你们的话就可能拍一些 就是你想摆在画面里面的东西 就扔上 扔上面 那好了 例如去到这个位置 我想扔我段B-Roll 就讲开箱的 那我就去按 我就找回段B-Roll 是开箱的B-Roll 那接着呢 我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按那条片出来 我会去到这个界面 那我就一路用滑鼠呢 就Preview 那就Preview到我想要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我开始想要的东西 然后我就找个位置 是我去到我大概要到的位置 然后呢 我就按这个键 接着它就跨住了 就是我可以扔下去的 那段B-Roll的那个time frame 我想将一条片 如果我只想要画 或者只想要声的话呢 你就是through这个方法按的 那你首先要开了 例如我只想要画一只 那我就按了这个位置 接着我就再拉 我就直接拉下去 那这条片呢 就只有画的 就没有声的 那倒转就是 你如果想只要声 就用这个方法 那你会看到呢 其实例如我只静在这个位置 去到这个位置 我就想要这段B-Roll 其他我就不要了 那我怎样做呢 我就是要将这条片加速 怎样加速呢 你就见到这个功能键 那我按开它 接着就会看到一个速度的logo 那以后我们将它加速啦 大time line 你会看到呢 你这条片呢 就一直在缩细 那你拉拉拉拉拉拉 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刚刚好拉到你想要的位置 那如果呢 例如我拉过了 那如果我拉到差不多这里呢 我就OK了 我够了 我不要了 那我想弄走之后那些东西呢 那我其实我可以用我的滑鼠头啦 接着就摆个位置 在最后这个位置 接着我就拉前拉后 那如果拉到去呢 可以持得住 我的playhead位 接着放手 那就是我要的东西了 那如果你段B-Roll 摆错位的话呢 你都可以拉左拉右去移位的 移到你想要的位置 那这些都不难的 那但是呢 要记住呢 你就要首先按了这个磁铁位 如果不是呢 你就很难对得对的位置 如果你按了磁铁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帮你持住 最近你的A-Roll的那些 切开的位置 然后呢 我就一路去找我要的东西 然后就丢好那些B-Roll 那我跟着呢 就去教Effect了 好那时间关系呢 我又是弄好那些B-Roll 丢了上去 那跟着呢 例如呢 我就要做些基本的Effect 那例如我去到这个位置 我想加个Logo 在右上角 那我就告诉别人 大概那个程式的Logo 是什么样 本身我就下载了个 PNG 档 我就丢了下去先 那你见呢 就很大个的 那然后呢 我就用Inspector 那Inspector呢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那有Zoom Position Anchor Point Rotation Rotation 这些都是你可以教的东西 例如Zoom 大Zoom 就是我想把这个东西放大放小 你不敢拉麻烦的话 你其实可以直接在这个四角位 用鼠标在最边的这个位置拉都可以的 那接着呢 就Position 那也是呢 如果你烈焰麻烦 你可以就这样拉它过去的 如果想转角度的话 我就用Rotation 但如果我不想就这样弹出来的话 我想它有少少Effect的话 那我就可以用Keyframe 那你在右边呢 你可以见到全部三角位呢 就是Keyframe 那怎么用呢 就是前和后呢 会有两格这样 那你格和格之间你教的Effect 它就会在中间里面变的 在这些Prolimeter里面呢 它就会慢慢由 你Starting和End的那个位置变的 那例如呢 我就是 我本身Destination Point 我就去到这里 慢慢地飞出 我就需要有两个功能 就是我的Position要转 Opacity都要转的 那但是呢 我一开始通常都是摆好了我要的位 然后呢 我就拉到去我想弹出来的那个 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然后呢我就按一个Keyframe上去 那就是Opacity和Position 那接着呢 我就想把它移动了 移动就是由我一开始的Starting Position 这个Destination Position 我已经设定好了 那我就按好Keyframe 那我不转的了 然后就放在刚刚Starting的那个位置 接着呢 我就再按多一次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我就转了 我就把它拉拉拉Position 拉到拉回出去 然后呢 我就按Opacity 就由0开始 那它就会由 接着我就按播的时候呢 它就会弹出来的了 那这些一些简单的Keyframing 那都是帮到你去 那如果下面呢 我想告诉别人 这个App 就除了是这样的样子 之外呢 它就有个名字的 那例如是它叫做Tee Last Mobile 3 那我就想将 这个Text 摆下去呢 我就可以用到Text Layer 那我就在上面 找到Title这个功能 那你看到一大堆的 那其实呢 这些只不过是Preset 例如是 如果你看到这个样子 刚刚用的话呢 是不要紧要的 你可以照用的 那我自己通常呢 就是我DIY的 那DIY呢 我就这样 是用这个Text Plus的功能 那我就拉了下去的Timeline 那拉到我想要的地方 那拉到我想要的地方 那然后呢 你看到Text Layer 那下面还有些 例如我想转颜色的 就在这里转 那我想转红色的 那我想转红色字的 那然后你想它拍哪一遍呢 你都可以照按的 那如果你例如你不想 只是弹个字出来 你想有一些 逐粒字弹出来呢 就可以用这个功能 你用回刚才的Keyframe 就什么时候由0开始到现在 那然后你就可以做到这个 这个Write On的功能 那还有就是 如果你想做Stroke字啊 那Shading呢 它有很多Element的Layer 那你就当是 你每一个Layer 就在字里面的一些Effect 那然后呢 你第一个Layer 就做了T Last Mobile 3的这个字 那第二个Layer 我就想做一些Outline 就让它有一个Stroke在外面 那我就要按Enable 它的Outline 那然后呢 Appearance 这里呢 你就要按了 你就要按是这个外框 按到外框之后呢 就会调厚度啦 你想它多厚啦 那然后呢 就调颜色啦 有时候有些字呢 你想弄了背景在后面呢 那你就可以加一个Layer上去的 那你又按Enable了它啦 跟着Appearance 你又按这个啦 Solid Layer啦 那但是呢 你看你想怎样啦 你如果想逐个字 把背景上去呢 你就可以用Character的 但是我通常呢 我就用一条线做背景底 那背景色呢 我就选了 例如我想要灰色这样啦 好啦 那你见到呢 就它Offset了少少啦 就是变了样啦 那你都可以在Position这里呢 就按好那个位的 然后呢 我就想它是 会阔少少啦 和厚少少啦 那我就在这个 Extend Horizontal 和Extend Vertical 那又另外一个 可以用Tax Layer解决的问题 例如我去到这个版面 我就想圈住个位置 就被人去留意我困住的那个地方 那我都可以用那个Tax Layer去解决的 那我又是整个Tax Layer下去先啦 那些字是什么就不要紧要啦 那我就去Shading这一部分 然后Properties这里呢 我就只按Outline 那我改一改个颜色先啦 例如我想改造红色 然后就教一教它的Fickness 那我要粗一点 但是呢 我就不是想要按 我只想要Line 一条东西的 那然后呢 我就弄好了个框的啦 那那个框呢 我就可以没有它 那好了 这样弄好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按这个Extend Horizontal Extend Vertical 那我就弄它 我就调教它大小 好 那接着呢 就去到一些进阶一点的Edit方法啦 那例如我就去到这些画面 我就有些位置我想弄它不出街的 那所以呢 这些位置呢 我就有两个方法 一是呢 我就用Crop的方法 一是呢 我就在Color Page那里去教的 那如果用Crop的方法呢 我就首先要Copy一个Layer先啦 那我就在本身的那个Layer里面 按Copy Cmd C 接着就拉上一格啦 接着我就Cmd V Paste了我的底层上去 我就是顶那层去做操作啦 那我就去 我就用Crop的这个功能 那我呢 那我呢 可以教走我不想要的东西的 那我就去这里位啦 接着我就Crop啦 教到我想Bluh走的东西啦 好了 那大概在这个位呢 那我就要按Effect啦 那我找个Gaussian Blur的这个功能 接着就扔下去 那就可以了 或者另一个方法呢 就是用Color Page 那我首先呢 都是好像之前那样 我就扔多个Layer出来先 然后呢 我就去到Color Page这个位 如果你只是做Mask呢 你就什么都不用理着的 那待会讲 调色 才跟大家Glow Through 那这里有个Note Graph 那我就在这里做我要的东西 那下面呢 这个Page呢 记得要选去这个Windows的这个Page 待会有用的 那首先呢 我在这个三点这里呢 就加个AlphaO 那然后呢 我就Option S 弄多个 弄多一层出来 或者你右键弄多个Adlogs 这样都可以的 那现在我要做些什么呢 就是首先我就要将它本身画面 先弄了 然后呢 我就弄个Mask 然后呢 就将那个Mask里面的位置 就弄多了 那所以呢 第一步 我要 弄多了整个画面 那就是将 弄多的这个Effect 丢在 第一个Note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就在第二个Note里面 去弄个Mask 进去 那这个Mask呢 就是用我这个Windows的这个版面去弄了 那我就其实简单弄个 一个圆形 组组的 这样可以的 然后我就调了 调到我想要的位置 那我就放手 然后呢 我将蓝色这条东西 拉过去AlphaO 那里 接着呢 就见呢 我只削了的那个位置 就有Glossian Blur的Effect 我就跳回去我本身的Cut page 那你就见呢 我就好 我就刚刚好就blur了 这个就是两个blur的方法 然后如果你拍的B-roll 如果是震得太厉害 你想调一调的话 然后你可以在设定这里 然后按这个位置 这个震震camera 就是stabilize footage 其实很简单的 按stabilize 它就会做好了 很简单而已 然后下一个功能就是object checking 我看到这个位置 我首先stabilize好它 然后如果我想追着这些东西 我去做effect的话 我就要做一个layer 去track B-roll Color page里面有两个方法 你去到windows这个位置 我做个mask 然后我就教教教教 教到它刚刚没有在这个 我就看到这个object checking这个位置 这个windows tracker window 那我就由头开始 接着我就按这个playhead 它就会帮我自动的去track 这些东西的了 好了我track好了那些东西 但是如果我想做一些effect 去前面的话 总之那个object checking 就放在最后 然后呢 前面我就教我的effect 例如我想调色 然后呢就按alpha out 又是alpha out 这样出来 然后我就去track 这些东西 masking这个方法呢 其实它要是用来调色用 要是就像我刚才那样 用来去mark着我想要blur的位置去用 那暂时呢 因为它没有fusion tab 所以你有一些东西都是还没做到的 例如我那些自想追着那些东西去走 那或者我还没找到 有个好的方法去做这些东西 如果有知道的话呢 就帮帮忙说一说 说一说 说一说我知 那另外呢 就还有个方法就是 你看Leo Chang的影片里面 它有说到就是 它有个magic mask的功能 但是这个是free version 那暂时呢 我就就没找到这个功能 那如果呢 我估呢 是要你买了个studio version 你才会有的功能 那如果它详细怎样用呢 你就可以看回它的影片 那这样 那这里就不跟大家go through 那另外呢 这个page呢 就可以帮大家做的就是chroma key 那例如呢 你上网登了一支素材 它就是 它有个绿色的background在里面 但是你就有些东西想 只是用它的画面的话呢 那例如我download了 通常都是用的呢 就是用一些youtube那样去用的 那我就扔了下去先 那你看到全部都是绿色啦 那我要做的就是去那个color page 跟着呢 又是呢 加了个looks出来先 然后呢 就加了个alphao 跟着拉过去先 然后呢 我就找到迪管这个位 跟着我按下去 然后呢 我就选了一些位呢 我是绿色的先 那但是呢 你见到你就会没有了一些 不是绿色的东西啦 那但是我是想不要那些绿色的嘛 那我就要按invert啦 这个位置就是invert啦 你见到就不是perfectly的 那样整走绿色的东西 那你就要下面这些bar里面去教啦 那你一直在拉啦 那如果你有用笔的话呢 你就方便一点的 你就在那里用笔去拉啦 那我就用挂了滑鼠 那我就照在那里拉啦 那拉到那个位呢 你就开始 看见到差不多 你就没有了绿色 那就可以了 那但是通常呢 Dorange呢 就未必说真的 那么perfect地做到chroma key 那那 那然后呢 我就要把它变位 那变位呢 就要去 在这个windows的界面呢 那就加上个mask给它 那我去到外面cutpage 那里呢 我就选回那条片 然后呢 把它变位置啦 那这些就是 比较 稳一点的skills 去帮你去完成那条片用的 那跟着呢 就是跟大家讲 调色啦 那其实调色呢 就对于新手来讲 可能真的比较复杂的 那我就不跟大家讲 太多怎样去教色啦 那因为其实我自己 都不算特别专业的 那我只不过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条片 你怎样教光教暗 教一教点色的话呢 我就跟大家 用这个程式怎么去做的 而已 而这个程式呢 是你在ipad里面去调色的话 是已经最perfect的了 已经做得最好了 那只要你明了 那个color page 怎样用 那我就简单 go full一下 那首先呢 去到color page 那然后呢 那你个本身的画面 就黄黄绿绿 那我就想 就想它 去调一调一些光暗先啦 跟着呢 我就想再调一调一些色 就令到那些肤色 会出回少少少 那还有呢 我看到有多了少少绿色 我想调一调一些color temperature 令到它正常一点啦 我有很多工具去帮我的 那这里scrobes呢 我就见到 就有pure vectascope 跟着有rayform啦 那我就通常用这个版面 这个版面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调色方法 那所以呢 其实是每个人教的方法都不同 我只不过呢 就是我平时怎么做 那然后呢 就去到这个位置 你会见到呢 有四个东西的 那Lift啊 Gamma Gang和Offset 就代表些什么呢 那暗位 跟着呢 就midtone 跟着呢 之后呢 就光位 就是其实其他程式 讲的shadow啊 midtone啊 highlight啊 还有就overall 这样去教咯 那其实你不明白都不要紧的 其实你只不过 你其实教一下它 就知道发生什么事 例如我gain这个位呢 我就拉它 很明显光的位置就光了 那就是它在教光位咯 那然后呢 我Lift这个位 我就拉拉 拉到你见到 它的暗位就白了 那就是其实在教一些shadow位咯 我要做的就是 我想它平衡一点 那我就拉回光位 令到它光了一点 先 跟着呢 我就想它 contrast 大一点 好了 那我第一层呢 我就做好 大概我要做的光暗了 那我调完光暗之后呢 我就做optionS 做多个layer出来 我就教色了 那我色呢 就大概我就不想那么绿 那我是tint这个位置我就教了 那你见到就 那绿色走了少少 那我再教一教个color temperature 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些 如果你见到那条片黄了 你便会调回藍少少 那我就要加多一层出来 那下一层呢 我要做的就是我想教色了 整体来说 我觉得我的肤色可能要再红一点 那如果我很懒的话 我就将整个画面的红色 再推高一点 我就拉中间这个位置 那我拉去红色 那你见到很不自然的 那所以为什么呢 我就会用面膜的那个功能 那都是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方法的 我自己呢就习惯了扔到那个面膜里 又是用滴管啦 接着按下我的面膜啦 接着我就按Shift H 我就看我宽不宽得了我的 那我就在这边拉啦 那拉这三个primeter 拉到去呢 我的面膜就出来先 好 那差不多就宽好了我的面膜啦 那我就按Shift H 出来 我就在这里教了 我就想多红色一点 那我就照教了 那我全体调一调啦 看看有没有好一点啦 黄了一点 那我偏红一点 那差不多啦 我觉得红了一点啦 接着就Shift D 我就拿走了我那个color layer 整个东西先 然后比较一下前后 那都好了 我的肤色弄了一点啦 那我就... 其实我OK的啦 那我想将这件事 copy到第二个layer的话 我就要按Cmd C 接着呢 我就按Cmd 就把我夹了我想copy到的layer 接着我就按Cmd V 那就可以了 把所有的look 就弄了下去了 如果真的好懒 你什么Q都不想做的话 其实呢 它有个功能呢 是方便你去调色的 即是如果简单的色 其实它是可以控制的 那我先铲了那些look 接着呢 就按右键reset look great 那它就变回一开始这样的样子 然后呢 这个左边 有一个AE字的功能呢 它就自动调色 那其实都不差的 你看到它的调色 那好啦 接着就跟大家讲一个秘技 就是方便大家如果是 其实你用开Davinci Resolve 你就知道其实它最方便去剪片 就不是这个cut page 是那个edit page 那你少了那个edit page 其实呢 很多功能呢 就会在剪片上 就不太方便的 但是其实呢 在iPad的Davinci Resolve 一开始的 default 就没有了这个page 所以其实一开始用的是辛苦的 那所以呢 我要做的就是呢 去解放这个edit page 那其实呢 是做到的 那当然我不肯定 它是不是一个cut 那如果它当是cut 的话 fix了的话 那你就不错了 但是呢 暂时我拍片的时候呢 都可以用到这个功能的 那首先我要用short cut option command k 我就开了一个Davinci Resolve 那些short cut的一个page 那你就在search那里 找t 然后呢 然后呢 在workspace这个位置 你会看到show page 那然后呢 就会看到color cut deliver edit fairlight fusion media 其实呢 理论上你看到的page 全部都可以开得出来的 功能上可能其实是有缺陷的 或者你用下去 你会觉得有些位置好像卡住了 那我通常呢 我就会解放edit page 算的了 其他呢 就因为它optimize的不好 所以其实你整起上来 可能会不断弹 啊 用得不好 总之 我就算edit page 我都会edit 不断剪下片 我都会弹程式 但就 anyway 你都可以做的 那我就把所有东西 我就删上一个short cut 给它先 例如edit 我就shift 3 这样 平时呢 你有时是会卡关的 只要你卡关的时候 你按不开page 你整个程式删上了 再开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就shift 3 你会看到呢 底子呢 会突然之间多了一个edit page 那你就可以进去edit page 那edit page 帮到你那些什么呢 例如你想很快地去edit你的timeline 一开始剪A wall的时候 你需要放大放小 你可以按住option 跟着之后呢 用你的软 跟着软大软小 或者你在这里呢 可以很快地软去后面 那然后呢 就是multitrack的editing 那你在cut page里面 你都没得固好整条track 之后呢 一次过交 交前交后的 那但是呢 edit page是可以的 那我就有两条软 然后呢 就固住了 跟着一次过这样一起拉 还有个功能呢 就是apply play playout playin 那当然你在cut page里面 可以自己diy 那但是呢 如果你方便点 就会用short cut 那如果我这条片收尾了 去到这个位置 我就可以用short cut的 option shift G 那它就帮我呢 就fade out了这条片 那如果fade in 就是option shift D 那另外还有个功能呢 就是multiple clips 这样去copy and place 那在cut page里面 都是难点去做这件事的 那例如呢 我这里呢 我想crop in它 跟着就交左交右 哦 交好了 我想整条片都这样做的话 command C 跟着呢 我就固定好整条片 之后呢一次过option V 跟着我就可以教我 有些什么attributes 我想去paste下去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就按了它啦 跟着就OK的了 它就会帮我自动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 那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 就是retime control的功能 那你在cut page里面是做不到的 例如我刚才有条开箱片啦 那如果我要是好像我平时之前 在cut page里面呢 我没有在那里露拉的 那如果我是有add page的话呢 我就不用了 我就丢好在一起 跟着我就按右键 然后retime control 跟着呢 我就可以拉前拉后 拉到我想要的位置放手 那我就很快地 这样令到我条片呢 就加速到我想要的那个time frame 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弄音乐啦 那如果你是multitrack的音乐 你要去弄的话呢 edit page也是会方便 就这样用cut page啦 那我都好 例如我设定好那些东西 是的 我就弄好了EQ啊 Volume啊 我就弄好了 跟着我又是copy and paste 整条片的那些 我那条音轨 好了 跟着就音乐方面呢 就是其实 简单的功能呢 你大概一个新手初学者 你需要的功能呢 就是其实 你如果cut page的话 你就其实inspector里面 你都会看到volume啦 还有equalizer 都是教你自己想要的功能而已 那其实就可以自己研究一下的 我自己通常都是每条片 我都会教一教我自己把声音 那跟着呢就export啦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当你弄好整条片 例如假设 跟着我就直接按export就可以了 那然后呢 我就把它export在我 例如我iPad里面的Divinci Resolve 那之后按save呢 它就会帮我export的了 那这条片其实出得很快 在一部iPad的功能里面 大致上你需要的东西就是这样啦 那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如果你想把整个project pack好 放回电脑做的话呢 你有两个方法的 就是按下home字啦 跟着呢就去回project page啦 跟着呢你就exportproject 又是呢就exportproject archive archive即是呢 将你所有的media footage 就丢好在一个 file里面 再在电脑里面开来用 但是project archive 就是要很大的iPad储存容量 那如果exportproject的话呢 你就将个檔案啦 和你用过的 footage 自己menu 这样丢回到SSD里面 跟着就拿回电脑里面用啦 那到时去到电脑的时候 就自己连好一些media啦 那如果archive就没问题啦 那就自动帮你连好一齐啦 那就两个分别 那今天就和大家看了 Dawinchi Resolve的 基本上手设置和使用方法 希望帮到大家 在iPad版的Dawinchi上面 用得会更加得心应手啦 如果还有什么功能 想知道怎么弄的话 记得留言告诉我啦 在我下次的进阶剪摄的时候 就可以和大家高呼一下 和我自己都可以研究一下 最后就大家记得订阅 分享和按下小铃铛啦 我是Wallace 我们下次见 拜拜